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到第二節向左忙的時間 剛才都講到臨近十一國慶 都見到一些香港人 某一些階層或某一些背景的人 對於國家那種可能是反應的觀感 早陣子或者可能幾天前 我都看過一個新聞 就是講到關於 有一些學校為了要學生增強他的愛國意識 於是要看一出花了很多 其實那一出戲本身的製作 其實都有一些蠻荒謬的地方 就是為什麼你不答應拍一出戲 就好像表現了一種政治不正確的一個表現 甚至這個消息就是 有些學校甚至要學生一定要看 然後可能要加一些類似讀書報告 或者是要做什麼 這樣也不會一開畫就收了一億多 是吧 我那天聽到那些電台的節目 查士忠也有說 那套記很厲害 我心裡說以前這個人民畫報 都很多人看的 人民畫報我不知道你們看過沒有 大陸出的宣傳畫報 那些照片拍了造型照 上版照 它都是破紀錄的 在大陸來講一定要訂 但你想一下 剛剛想起就是 其實這些就是很明顯一些 很多的政治符號 或者很多政治價值觀在裏面的一個部分 但是其實我想另一個一些研究 都可以講講就是 其實我們會說現在這一代 特別可能是中學那一代的 就是香港年輕人 其實有一些調查發現 相對比較像譬如說內地 或者澳門 他們本身對國家認同 真的不是真的很強 但反而我會觀察到 但是小學那一堆學生 對於國家認同感會比較強 譬如說一開始奏國歌頭一秒 基本上已經懂得唱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學校 基本上逢親大時大節十一 這些時節都會有升旗儀式 那些學生基本上自動幫忙 會懂得行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 任何政府或者一個國家 它都會動用這個國家機器 軟的硬的 硬的那個機器 包括法庭、警察、軍隊、懲教 全部都是那些東西 有遠的國家機器 也就是所謂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 那你是阻止不了它 很難阻止它 問題就是 如果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政府 那它永遠都是講那一套 如果有兩個政府的時候 對於很多歷史事實 可能有爭論的餘地 第三個原因就是 你說你的 但是你不可以不讓別人說 第二個版本 現在大陸就是 兩樣都不存在 二、三樣都不存在 只有一個人 一個政府 它就說它是國家的化身 繼續說 所以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是跟政教合一 沒有什麼分別 你看到現在宣傳的 它就說頭的十年 第二個十年 第三個十年就不說 接著就說這三十年 有二十年就空白 因為共產黨不想說 因為太過慘了 又有大躍進 又有文化大革命 死了幾千萬人 所以我不反對 因為政府去講歷史 如果不讓別人說 就是政府獨斷 政府說謊的時候 就是誤覺 沒有人知道這個國家發生的事情 但是很多時候 如果你說學生 就是透過例如電影 或者可能 甚至就是透過教科書 或者透過老師 老師可能都是照著本書 講一次 瞭解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 就是1940年建國 突然間一跳 就是去到1978年改革開放 接著呢 就關好聲平的話 好像開國大陸的電影 不會是最後一部 也不是第一部 以前在大陸一套叫南征北戰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就是歌頌共產黨解放戰爭 都是全國提的 南征北戰也是拍得相對好 大場面 所以這些人都會看 有時候我們小時候看 《The Longest Day》 《迫越長天》 都是荷里活 集合了很多明星來拍 拍《羅漫第登陸》 所以這個現象是可以了解的 而問題在於 如果我們只靠這件事去了解 就麻煩了 第三件事就是 不看就麻煩了 很簡單地說 如果有一個人拍一部片 是不歌頌共產黨的 很簡單 你找《龍應台》本書在大陸買 可以嗎 甚至現在據問《龍應台》的書 暫時在大陸都不能出街 其實剛才循環也說過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關於 正常如果你籠斷了整個歷史的解讀 甚至你連別的人給別的版本 甚至一些人提出不同的意見 都不可以這樣說 這就是一個問題 六四的問題是一樣的 周全濠的說法就是白癡 我們現在爭論是甚麼 六四是可以查的 你徹查更好 每個人都給口供 給甚麼都可以的 現在共產黨就是不查 你幫共產黨人說 不要再提了 歷史有些必然性 有因素 必要之惡那些 完全是bullshit 我們說的就是 你可以說你的版本 你可以主持那個調查 但是你不能夠denign 那些鐵證如山的部分 你夠不夠公開鄧小平 在他現在說去史觀 當日決定鎮壓的時候 那時候就要去趕這個話 你那些都不敢這樣說 很簡單 他在說史觀 這個周全濠 史觀固然可以容忍百家之名 但是史了 史了 你將歷史的事實 參改到支離破碎才是大問題 所以如果你說六四是要拘捕的 像王岐先生那樣 現在四川豆腐車工程又拘捕多一次 十周年那時候 六四十周年 我們現在說十年前建國五十周年 那時候就拘捕了 當日很多人都上去慶祝過慶祝過 1999年那時候 包括康家驊那些行辦都上去了 那時候他還沒有淪落成泛民派 所以大家不要搞錯 我們不是想壟斷解釋歷史的權力 也不是自己刺身於一個所謂話語權的權位 我們要求公平 所以他們是一個詭辯 例如劉亞強那些 他說為什麼不可以講國民教育 我們當然可以講 但是國民教育的總體 總體是要容忍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歷史考證 你說國民教育本身 其實另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 你知道這一兩年很多學校都搞國民教育團 然後就是逢親大時大節 暑期 甚至聖誕節 帶一班學生上去內地做所謂參觀 學習才算 但是很多時候 有一些研究都會發現到 其實很多時候那些小朋友上去 基本上就是吃喝玩樂團 你已經知道了 董建華休息教育基金 經常給那些跟政府關係好 那些學校整個金莊豪華團 暑假上去玩玩 那就沒事了 但是你說如果作為認識祖國 阿哥 有很多你看到 最近看新聞 那些縱瞞家庭 連輸保費都押到10月 那他9月就成家賺了 要切一些縮食 因為他給了輸保費 一千多元 那看到這個政府的腐敗 那些縱瞞家庭的子女 就不是國民來的 可能現在我們理解國民定義 看何包有多少錢 這個才是一個最悲哀的地方 其實說好這件事 日本都有所謂非國民 什麼叫非國民呢 就是很久以前的事 就是在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時候 凡是反對他們侵略的 都叫非國民 一律沒有戰時配給 沒有國民地位 所以我們會說 萬一一個地方出現所謂政治歧視的話 很多很不公平的現象 很悲哒的現象都會出現 或者待會第三次我們再見 九位 六位 八位 六位 四位 八位 六位 六夥